强论某新闻触及你灵魂 普世价值几乎所有的反贼都会提到的一个词汇 那么到底什么是普世价值 从维基百科的解释来看 普世价值范指那些部分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 出于人类的良知与理性之价值观念 是人类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 这种解释依然非常笼统 比如说在中国墙内 法律规定杀人违法 宪法也明确写着言论自由 视为游行的自由 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些自由 那么自由民主与普世价值到底什么关系 公民到底要怎么做 算是践行普世价值呢 在中国墙内的媒体上 是不提倡也不允许提普世价值的 为什么 因为中共党媒直接将普世价值与美式价值观化等号 也就是普世价值就是西方价值 是反中共的价值 是反贼的价值 然而实际上 一句话来说 普世价值就是人类常识的价值观念 它不是美式价值 其实在中国宪法中 也明确提到了 普遍适用于社会的公共价值这个概念 当然 要看适用的是什么社会 在中国墙内 所有的法律都是党妈控制的 你可以理解为 是一个文字文档的text文件 只有文档文字说明作用 但是并不执行 而正常的国家 法律是EXE文件 是可执行文件 如果我们以宗教的角度来判断 什么是善的 应该去做的 什么是不善的 是不应该做的 要如何理解普世价值呢 我们来看看 医学代表刘仲敬先生的观点 他认为普世价值这个概念是错误的 就是说 按照现有历史的经验来讲的话 它不是偶尔犯几个错误 而是对迄今发生的大部分历史 都提供不了有效的解释 它的解释力是极其薄弱的 普世价值的原型 其实是基督教的价值 但基督教的价值是一个宗教价值 所谓天国不在尘世之中 尘世本来就是充满邪恶和混乱的地方 普世价值等于是说 要全人类在尘世之中 都享有天国一样的待遇 这个其实本身不怎么符合它原始的教义 而是一种冷战自由主义产生出来的 针对共产主义宣传的对抗性宣传 它在历史上也就是在这几十年才产生的 而且它的解释能力 并不比共产主义历史观的解释能力更强 那么 如果抛开宗教信仰 要如何理解呢 我想至少应该以己所不欲 务视于人作为自己的行为的判断标准 人们都不希望自己的生命被中断 受到伤害 因此人们不应该中断他人的生命 不应该伤害他人 人们都不希望自己的财产受到损失 因此人们不应该导致他人的财产受到损失 如偷窃 抢争 破坏他人的个人财产 人们都不希望自己不被允许发言 因此 人们不应该限制人们的正当的发言 人们都不希望自己被欺骗 辱骂 离间 因此 人们不应该欺骗 辱骂 人们都不希望自己因为种族 肤色 性别 语言 宗教 或社会出身的理由 而受到歧视 因此 人们不应该因为种族 肤色 性别 语言 宗教 或社会出身的理由 而歧视他人 人们都希望自己受到公正 平等的对待 同理 人们应该公正 平等的对待他人 人们都希望自己受到仁慈的对待 同理 人们应该仁慈的对待他人 人们都希望自己受到礼貌的对待 同理 人们应该礼貌的对待他人 普世价值是一种价值观 价值观是用来分辨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的 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 受自己文明特质的影响 每种价值观都有些许不同 但不论如何 总有那么几点被所有文明的价值观认为是好的 比如善良 正义 博爱 也总有那么几点被所有文明的价值观是坏的 比如邪恶 狡诈 虚伪 让全世界所有文明都能做到承认的价值观 就是普世价值观 同样 让全世界所有文明都能做到承认的价值 就是普世价值 前面也提到了 普世价值跟基督教紧密相连在一起 得到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拥护 也正因为如此 提到民主 自由的时候 就不得不提到普世价值 当然 中共是没有普世价值的 他们对是非好坏的判断取决于对自身统治的有利或不利程度 只要对他们有威胁 即使是人畜无害的达赖 刘晓波也要被挂上国贼走狗的帽子 踏上一百万只脚 永世不得翻身 只要对他们有利 也会被吹嘘为民族英雄 如今中国共产党鼓动人民反欧美 反日韩 反民主 甚至攻击普世价值 本身为西方的毒药 更说明了这点 试问 世界上有哪一个独裁国家敢于拥抱普世价值的 对普世价值而说 独裁本身就是一种压迫他人 欺凌他人的行为 毫无疑问属于普世的邪恶 一旦清楚了这点 共产党不论为自己的独裁专制找多少借口 什么是人民选择了自己呀 什么是国情决定了自己执政呀 什么没有了 自己帝国主义就要打进来了 就统统是不堪一击的谎言 普世价值是出于人类的良知与理性的价值观念 使人类普遍认可的 比如你看见美国总统进ICU了 就算你不认识他 或者你对美国很不爽 但出于人性的角度 你依然希望他能康复 但是像一些强国的人 不停拍手点赞幸灾乐祸 这就不是人类普遍认可的价值 如果我们从自由平等这个说法来看 与普世价值的关系 很多事情都来自尊重生命 尊重生命 所以生命需要被平等且友善的对待 所以要定理人权观念 人权里面自然有自由 不被奴役等等的东西 平等 所以要给予民主 因为民主给予的选票是平等的 虽然民主并不能保证百分百每个人都受保障 但民主制度下 大部分人都不可能包括自己在内的反人类吧 至少绝大部分人在民主制度下保障了生存 生物有同理心 这是生理上也赋予的能力 即便是猫狗 也能感受对方的痛苦 所以普世价值拥有各种美德善行 对他人仁慈伸出爱与援助之手 简而言之 就是自由平等博爱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重点是博爱 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 能帮助弱势群体 有机会主动争取自己的权益 而博爱能帮助他人理解弱势群体 也许很难理解 但博爱其实就是宽容 博爱的反向定义就是 其实歧视其他种族 宗教 文明 地图炮 LGBT 行为习惯打扮 长得丑的 胖的 黑的 学历低的 天生缺陷的 等等 很不巧的是 以上行为大多中国人都很喜欢干 也就是俗称的反普世价值 歧视黑人 歧视所有宗教 歧视其他文明 喜欢搞地图炮 反LGBT 觉得所有非主流 行为习惯打扮 都是神经病 歧视长得丑的 胖的 黑的 中外演艺圈对比 就能看得出来 学历歧视国内已经到了一种疯癫地步 天生缺陷的小孩 在国内绝大部分绝对会先被流产 或被抛弃 这就是为什么 中共不承认普世价值观念 从而导致强国人也不具备普世价值观念的原因 老师 我这个听众就不承认了 报告 有个人 并且不过